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是 上一出版社出版的 坐电车出发 山里的小村庄到了 穿过山里的小村庄 电车向前走 穿过隧道就 哇 被雪覆盖的原野 穿过被雪覆盖的原野 电车向前走 穿过隧道就 啊 高高的山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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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电车要开始爬山咯 穿过隧道就 跨越铁桥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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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穿过铁桥 电车向前走 穿过隧道就 到了海边 这本书也可以从后面读起哦 再次坐上电车 回到出发的地方吧 坐电车回家